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其实会比较不自然 如果说这个是胸部的横切面 那我们最外面是表皮 表皮下面是皮下组织 皮下组织的话 在下面是乳腺组织 在下面的话 会碰到我们的胸大肌或胸小肌 那筋膜的话 事实上它就是包裹在胸大肌的外面 如果说是我们放置在胸大肌下的话 因为胸大肌它整片 它如果包住我们的裹动细胶的话 做一些大动作的时候 那事实上因为胸大肌 它会限制住 就是裹动细胶它的移动 所以在某些动作的话 可能我们的胸部会 产生像不自然的一个形状 原则上碰到筋膜下的话 它就是因为没有胸大肌的限制 比如说我们要做集中乳膏的动作 或者是说其实无论是我们做任何的动作 事实上因为没有胸大肌 它的限制所以看起来会自然很多 可是它的缺点就是身形比较单薄 我们的皮下组织它太薄的话 那我们这个果冻它的带子带圆感 或者是说它水波纹的状况比较容易发生 那我们为什么会有水波纹呢 是因为我们的果冻细胶 事实上除了新上市的摩提植 它是百分之百的填充之外 其他的大概都只有填充百分之七十 比如说我们这样放下来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不自然的水波纹波浪纹的产生 那如果上面的组织太少的话 那事实上它没有办法做有效的覆盖 所以比较容易产生水波纹或波浪纹 那假设不幸产生水波纹波浪纹的话 那术后的六个月后 那可能要跟您的医师讨论 那我们必须要做可能抽脂 来做自体脂肪移植的这个手术